马伟民建议中国打造超级战舰 这能把美国给逼疯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在中国05万吨大区下水之后 标志着解放军装备的主力战舰 在整体设计上已经领先美国一带 基于美国造船军工的拉垮 现在只能用生产伯克三级驱逐舰来凑合 而且一年才能制造1.5艘 如果我们只看中美海军的发展趋势的话 美国人的焦虑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为了把美国人给逼疯 今天我们可以再给美国人讲讲 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超级战舰 南华导报从中国电子技术学报上 发现了一篇中国电子弹射最重要的专家 马伟民的稿件 文中提提中国未来可以制造一种超级战舰 来颠覆现代海战 现在各国海军的主力战舰总力很多 面对大规模的战争 或者在执行复杂军事任务时 需要多种舰支进行协同配合和指挥控制 这从一支航母战斗群的组成就能够看出来 可以说整个作战体系非常的复杂和昂贵 那么有没有可能研制出一款新型的海上攻防一体的作战平台 由一艘军舰就执行相当于一支航母战斗群的任务呢 从理论上讲还真的有可能 在马伟民看来 中国完全可以研制出一款超级战舰 这款超级战舰需要使用核能综合电力系统 以满足能量武器的随意使用 以及全球性部署的需要 就这点而言 可能核动力更合适 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 就能大规模的集成电磁能武器 其装备的武器包括如下几种 第一 电磁轨道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磁炮 它可以发射重量较大的弹丸 来执行对陆对海打击任务 第二 电磁线圈炮 它打出的弹丸比较小 不会烧食炮丸 而且呢 阻力小 速度快 还很密集 可以用于舰船的防空和反导 第三 电磁火箭炮 由电磁弹射出来的火箭炮弹 可以打击几千公里外的目标 第四 为机关武器供电 以便用于防空和反导 第五 为这些新型军舰配备高能微波武器 以便用于电子战的硬杀伤和软杀伤 总体而言 这样一艘军舰就能够将舰船平台的能量 至于能高效地转化为新型武器所需要的电磁能 使单艘舰船同时具备防空 反潜 反导和对海对陆精确打击的能力 以大幅度提升舰船的持续作战能力 从而保证单艘舰船就能够全能的随行传统舰艇编队的作战任务 一百多年来全球海军的作战平台 都是由航母 战略舰 巡洋舰 驱逐舰 护卫舰 潜艇 核潜艇 舰载战斗机 预警机 电子弹飞机 以及舰载加油机 直升机等组成的 以后就简单了 一艘超级战舰过去 就把所有的作战任务都给包围了 仅从军事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 其战略价值就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如果超级战舰 再加上航母舰载机所提供的态势感知能力 其战斗力就会更加强大 其实我们观察这艘超级战舰 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几乎没有化学能推进的武器 这也意味着去打击空中水面陆地目标时的经济效益非常高 比如用激光武器拦截飞机 导弹和无人机 打一次才花几十块钱的电 而同样大小的火箭炮由电磁能发射出去 就将变成战略大炮 一发就能省上千万人民币 因为过去打这么远 一定是巡航导弹或者弹头导弹 相比而言 他们还是非常昂贵的 此外高能微波武器也是如此 它的发射成本低得吓人 但是却能破坏和烧毁 敌方武器的芯片等精密部件 这就直接打破了现有精确制导武器的游戏规则 当然中国可能现在还不会造这样的军舰 只是在进行必要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论证 但是就算马伟明这么说说 就已经能够把美国人吓得够呛了 万一中国真的要造呢 美国人是跟还是不跟呢 跟着中国发展 那对美国拉垮的军工科研体系而言就是一个无底洞 一旦让中国把这样的军舰给造出来了 美国以后还会是海上霸权国家吗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中国的超级战舰一旦成为现实 就能让美国海军的作战样式落后一个时代 超级战舰一旦出现在中国 将标志着中国海军霸主时代的到来 这需要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不懈努力 奋发有为 认重而道远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好 今天评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